大家來做呈現之外呢 清井林教育基金會長期協助偏鄉學校 提供各方教育資源 希望能藉此拉近城鄉差距 適逢聖誕佳節與歲末感恩祭 23日邀請彥朝區各校師長與孩童 在阿公殿森林公園舉辦六周年成果展 其實走到偏鄉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路線 因為偏鄉不管它的教育 或是它的一個目前的一個人員的一個組成 其實跟我們平地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我們盡量就是在偏鄉裡面 我們給他們更多的一個學習的一個資源 我想這個資源就是讓有興趣 繼續要升學的這些原住民 或是比較偏鄉的這些學生 可以得到跟平地一樣的一個教育 那個高雄市政府官方局 那一直都是在為了各地區的一個 官方景區的一個特色呢 做一個行銷跟宣傳 董事長選擇在自己的故鄉 做這樣的一個耶誕市集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敬佩 也非常感佩 是一個成功企業家 然後回饋地方一個最佳的一個典範 這次活動地點選在董事長的故鄉 除了有彥朝國小副社幼兒園的小朋友上台表演之外 耶誕市集的五立方表演也搶先曝光 更有彥朝圖書館志工與彥朝國小孩童演出的聽故事時間 讓不少大小朋友讚嘆直呼好精彩 蝴子的表演 蝴蝶的表演 很開心又好玩 轉得很厲害 青井林教育基金會成立於2017年 這一次的成果展展示集結了基金會來自教育 世界環境永續與藝術美學的成果濃縮 體現青井林的理念 青井林教育基金會 六年以來對於投入偏鄉的教育不遺餘力 對於我們的學校非常多的一個注意 今天的記者會是用教育 藝術 世界跟永續 這樣的一個元素來結合我們校園的相關的一個活動 我想和外的有意義 企業在地的社會責任就是一個引導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讓大家共襄盛舉 青井林這次和兩大強勢市集合作 活動現場更設置了高達六米的聖誕樹 還有亞洲首座耶誕森林遊局 就連童話故事裡的糖果屋也現身 具有完美主場優勢的阿公念森林公園 在聖誕裝置的點綴之下 化身歐洲夢幻耶誕小鎮 記者邱玉婷 莊淑婷 高雄採訪報導